第五章 第十三艦隊誕生 自由行星同盟统合作战本部大楼 位于行星北半球的落叶林气候带 是个地上55层 地下80层的建筑物 其周围紧邻的技术科学本部 后勤本部 宇宙防卫管制司令部 军官学校及首都防卫司令部等建筑物 故而 以首都海尼森波利斯为中心点 及方圆100公里以内的范围 依然形成了一个军事枢纽地带 在统合作战本部的地下楼 一个挑高四层楼的集会场所里 正在举行雅斯提会战训国者的告别式 这是一个天气晴朗 和风万里的午后 也是同盟军队在雅斯提会战中 损失六成兵力 拖着疲惫残败的身躯回到家园后的第三天 通过会场的走道 已被出席的群众站满了 这些群众 包括死后的遗族 死者的遗族 政府及军方的代表 也杨威力的身影 也出现在其中 杨威力一面和他身边的人交谈着 一面目送着大楼外的天空 虽然在地下楼中看不到外面 但他却知道 这个包着好几层大几层的空间之中 有无数的军事卫星 正无声无奇地掠空而过 这些军事卫星中 也包含了宇宙防卫管制部 也包括了宇宙防卫管制司令部管制下的 强大杀燃爆破系统 引起卫星 够12个 女神的首饰 同盟军看目们还曾发下好语说 有了这12个迎级卫星 海尼森行星可谓难攻不破 想起这句话 杨威力不禁想起许多攻坚不破的要塞 遭到大火洗劫的残痛历史 大概军力强大是引起自傲而落败的原因吧 杨威力两手轻轻处着碰触的双甲 感觉上好像自己还未醒来 毫无知觉一般 他已连续睡了16个小时 但却觉得自己似乎以60个小时未曾合眼一样 他根本没有吃饭 胃好像也失去火力一般 只喝了一碗尤里安煮过的青菜汤就不吃了 他在关顶中什么事也不做 只是倒头睡觉 偶尔醒过来也觉得脑袋空空 连自己曾经和以他为监护人的少年 谈过话的记忆都丧失了 唉 这就是仙护人吗 太丢脸了 杨正这么想的时候 忽然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 转头望去 原来是军官学校的学长 亚历克斯卡接伦少将 他抬头看着杨 笑盈盈地说 看来你还没睡醒吧 雅思提的英雄 谁是英雄啊 就是站在我面前的这位啊 你好像你有看过电子报刊上面的报道 不过各个新闻传播媒体都是这样说的呀 我只不过是个败军之将的人 是的 同文军是战败了 所以才需要塑造英雄出来 若战争大获全胜 反而没有塑造英雄的必要了 战败了 也要转移民众的注目焦点 当然要塑造英雄以博德赞赏 埃尔法西尔会战时 不也是这样吗 卡接伦说话时 就是喜欢用这种讽刺的语气 他是个中等身材 有着健康肌肉的35岁男子 现任同盟军统合作战本部长 希特尼·席特列元帅的四等副官 他的前线指挥作战经验丰富 计划整合事务处理的能力相当强 各方预测 他将在未来登上后勤本部部长的宝座 你最近还好吗 副官要做的事又多又难 我想应该是挺忙的吧 被杨威力予以轻微的反击之后 这位能干的军人只得微笑地说 主办这次告别是的是疑点局吧 竟然完全不招呼军人及死者遗族 只顾全心全意的讨好国防委员长 说穿了 这不过是为了拉拢握有下一次政权的国防委员长 举办的一场政治表演吧 此时 两人脑海中同时浮现出同盟国防委员长 幽布特琉尼西特的联口 特琉尼西特身材高大 武官端正 现年41岁 是少壮派政治家 他对帝国持强硬立场 是个激进派 在认识他的人中 有一半把他当成是雄辩家 另一半 则是把他当成是极为令人忌惮的鬼辩家 目前的同盟元帅 目前的同盟元首 是最高评议会长 罗伊桑弗德 他是一个从政治漩涡中被选出来 做过渡元首的老政客 凡是墨守成规 不能创新求变 武娃少庄派的人物 更加受人瞩目 要被迫聆听特琉尼西特 着虐漫长的演说 这比熬夜不睡还要痛苦吧 卡杰伦挖苦他 在军中 卡杰伦属于少数派 比起一昧强调扩充军备 及打倒地理活动的特琉尼西特来说 既有顾者要少得多 杨威力也是如此 他们都可说是孤立派的一员 会场中 卡杰伦和杨威力的 卡杰伦和杨威力的座位 定位被排在一起 卡杰伦坐在贵宾席中 席特列本部长的后面 而杨则位于演讲桌 正前方的第一排上 告别式按正常程序开始 按正常程序进行 平议会议长 桑弗德毫无情感地念完了 官方预先为他草拟的讲稿之后 国防委员长特琉尼西特 接着上台 他的出现使得会场气氛 转为热络 群众给予的掌声 比刚刚议长出现时的掌声要大 特琉尼西特并没有带讲稿 他中气十足地向会场中的六万人 六万人众演说着 各位亲爱的市民 官兵们 今天我们参加这一场告别式的目的何在呢 为的就是要告慰这些为了保卫亚斯提新域 而殉国的英灵们啊 他们是为了维护祖国的自由与和平 这才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听到这里 杨已经想把眼耳朵堵起来了 这件话听起来多么令人可耻 为什么这种虚伪华丽的词句 仍然能让演说者以坦然的态度说出来 难道这是自古以来人类的传统吗 我现在说的是宝贵的生命啊 各位 生命成可贵 但是他们的牺牲却告诉我们 还有比个人的生命更重要的东西存在着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伟大的祖国和自由啊 他们死是美好的 因为他们牺牲小我实践大义 他们是真正的勇士 他们都是好父亲 好儿子 好情人 他们都有过幸福的生活的权利 但是 他们都放弃了这个权利 远赴沙场 誓死报国 各位啊 我在此问一声 为什么这150万的官兵们会战死呢 因为手脑部的作战指挥太差了 杨威力如此念叨 当时众签默然 他这一生显得格外响亮 周围的人进阶恶然 有位黑仿的年轻军官偷偷望着他 杨立刻迎着他的目光直视过去 对方只吓得惊慌失措 立刻将视线转回讲台上去 国防委员长的演讲仍然在继续着 特留尼希特脸半潮红 两眼流露出自我陶醉的神情 是的 这个答案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他们是为了保卫祖国和自由而抛头 撒热血的 为了这样崇高了一响 难道不值一死吗 为了小我而生 小我而死 是多么的渺小啊 我绝不能这样教导你们 各位一定要想想祖国 再想想个人 生命是可贵的 但是我要在此请各位铭记在心 记住这个事实 同时 也是我要大声疾呼的 祖国和自由 值得用生命作为代价来换取的 我们是为正义而战 部分自称和平主义者 主张和帝国和谈的 还有那些部分自称理想主义者 幻想要与专制极权主义者 和平共存的 请你们不要妄想了 你们的行为只会导致一个结果 那就是削弱同盟国的力量 对帝国而言更加有利 帝国绝不会允许国内有反战者和平的主张 因为我们是自由的国度 所以我们准许有反对国策的情形出现 而各位却因此而过于散满 但高唱和平代价是相当高的 好累 听他这样讲好累 杨威力心中只想了一件事 那就是主战论 正安安稳稳大行其道 在任何时代 煽动者总是远离战场 在安全的地方高占着主战论 他一想到群众们的狂热又多了几分时 不禁对这场演说更加厌恶起来 不论在任何一个时代中 都会有人煽动 都会有煽动者 我敢这么说 反对打倒银河帝国专制集权的圣战的人们 就是危害国家的害虫 他没有资格成为同盟国的国民 为了保卫这个自由社会 为了保卫这个自由的国家体制 不怕死伤 愤而战斗的人们 才是真正的同盟国国民 若我此一认知 就是无耻之徒 对不起死去的伟大英魂 我们的国家 是由祖先一筹建立起来的 我们都了解历史 大家都知道祖先们 曾流血流汗 争取自由 拥有着伟大祖国历史的祖国 你们是我唯一要保卫的 我们能不起而战斗吗 我们能不起而战斗吗 起来吧 为祖国而战吧 同盟国万岁 共和体制万岁 打倒帝国 随着国防委员长激昂的叫声 群众们也渐渐失去了理性 汹涌的热血 在会场中六万人的体内上废横着 大家纷纷站起身来 跟着特留林希特高喊 同盟国万岁 共和体制万岁 打倒帝国 在这些人当中 大家手握拳头 高举手臂 并且高高地挥舞着军帽 振臂狂喊 在这些人当中 只有杨威力 仍坐在一座围上 没有起身 他能眼旁观 一双黑眼睛 指示着讲台上的演讲人 特留林希特高举双手 接受满场狂热的回应 忽然 他的视线落在群众第一排位置上 一刹那间 他的眼光变锐利了 嘴角不愿地牵动了一下 因为 他看到前排座位上 有一个年轻军官 竟然坐在原位 没有起立欢呼 如果此人坐在后面 他可能就看不见了 但是 他却坐在第一排的位置上 而他还认出这人还不是别人 而是刚从亚斯提 而是刚从亚斯提新域中归来 由亚斯提英雄之称的 杨威力准将 在一片热烈的爱国情操之下 眼前竟然出现了 这样一位大逆不道的叛徒 军官 为何 为什么不起力啊 一位蛮烈横弱的中年军官路道 他没有认出杨威力 和杨一带 像和杨一样 佩戴准将的勋章 杨放眼望去 随即平均的回答 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 不想起力时 当然就有不起力的自由 我不过是在行使这种自由吧 那么 为什么不想起力 我有不回答的自由 杨威力并不觉得自己的回答好笑 不远处的卡杰伦少将看在眼里 虽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却不由得皱起眉头 苦笑不已 他认为杨的表现太不成熟了 杨威力就是不习惯处置元皇 卡杰伦少将同样也不想起力 也不想拍手高喊同盟军万岁 但若因对待特琉尼希特的演说 未发表感动 而被指责为非爱国者的话 这就太不值得了 这就如同国王的西医所说的 叫着国王没穿衣服的 就是都是不懂事的小孩子 而非大人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当中年准将这样质问时 讲台上的特琉尼希特 双手向下摆 轻轻地做着平息群众的动作 接着 人神沸腾减低了 一切又恢复了平静 大家又坐回原位 更是杨威力的中年准将 不由得满眼不悦地坐下来 各位啊 演讲台上的国防委员感 又再度开口说话了 国防委员长 在经过了长篇演说 及高声呼喊之后 他感到口干舌燥 发出来声音极为沙哑 奸听 难听了 我们强大的武器 就是全国国民统一的意志 我们是一个自由的国家 以民主共和政体为基础 即使有多么崇高的目标 也不能强制所有人服务 个人又反对国家的自由 但有良心的国民 内心是血量了 为了获得真正的自由 我们应该放弃渺小的自我 团结在一起 为了全民共同的目标 而努力向前 各位 说到这里 特琉尼希特 虽然闭上了嘴 突然闭上了嘴 他并非为了口干无声 才停止说话了 而是察觉到 有一位女性 正通过席间的走道走向讲台 这位年轻女孩 头发是浅棕色的 从倾他擦身而过的男子们 注射着他的眼光来看 想必这位女孩 长得相当漂亮 伴随着她的脚步 以引起周围人群 相互询问的声音 不安的范围正扩大了 这女子是谁 她要做什么 杨威力老远就听见 有人谈论此一女子 但人太多没能看见 直到此时 她走近一看 不由得大吃一惊 几乎从座位上跳了起来 国防委员长 这女孩声音低沉 我来念这声音超低沉 她步上脚台上说 我名叫杰西卡爱德华 是亚斯提会战中 战死的第六舰队幕僚 约翰·罗伯拉普的未婚妻 不 曾经是她的未婚妻 这个 即使雄辩如后任领导者的 特琉尼希特也哑然 我替你感到难过 小姐 可是 国防委员长也说不出什么话来 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广大的会场 只见六万名听众 都沉默地等待她的回答 全体人员秉袭注视着 这位失去未婚夫的女子 你没有安慰我的必要 委员长 我的未婚夫 是为了实践保卫祖国的崇高理想 而牺牲你 杰西卡平静地说道 减轻了委员长的尴尬局面 委员长毫不掩饰地露出放心的表情 是吗 不过 你可以说是后方妇女的楷模 我们对于你的损失 一定会给予重重的补偿的 看到她如此甜不知识 杨卫丽又想闭上眼睛 眼不见为敬 对于不知羞耻的人而言 杨卫丽认为 他们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杰西卡看起来 则表现得相当冷静 多谢你了 我现在只想问委员长一个问题 哦 是什么问题呢 我一定竭尽所能地回答你 请问您当时在哪里 特朗尼希特扎了一下眼睛 大部分的听众也不明白这个问题的用意所在 大家都扎了扎眼 嗯 你说什么 我的未婚夫 为了保卫祖国 冤父江长 现在已不在人世了 委员长 请问您当时又身在何处呢 赠送死亡的您到底在哪里 小姐 任谁都看得出国防委员长畏惧的眼神 你的家人又在哪里呢 杰西卡又毫不留情地追问着 我的未婚夫已经为国捐躯了 你不是说牺牲是必要的呢 那你这家人又怎么说呢 你的演讲如果完全正确的话 为什么自己不去身体立行呢 卫兵 特朗尼希特东张西望地喊着 这位小腿不太正常 把他带走 我的演说完毕 军乐队演奏国歌 卫兵还未有动作 杰西卡的手腕忽然被人扣住 他一面挣扎 一面抬头望去 发现这个人原来相当熟悉 一双温暖的眼睛 正关心地住址着他 杨卫丽 走吧 杨卫丽低声说 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雄壮威武的音乐 此时已飘扬在整个会场之中 自由行星同盟的国民 把国歌名为自由之旗 自由之名 朋友们 我们总有一日会打倒专政者解放行星 竖起自由之旗 我们现在的战斗 是为了我未来的光明 我们现在的战斗 是为了明日的果实 朋友们 让我们歌颂自由之灵魂 朋友们 让我们揭示自由之灵魂 他真的没有空格 让我念得有点痛苦 听众们 佩可音乐开始唱起歌来 这回和刚才 吴志旭的高喊口号不同 大家整齐话意地 唱着这首雄壮的歌 用我们的双手 向那黑暗专制的另一边 传播自由 杨和杰西卡 背对着讲台 背对着讲台 往通路的出口走去 当两人并肩而行时 一旁的群众都转身 都转头注视 但很快地 又将视线放回讲台上 继续唱歌 两人打开大门 奔向没有音乐的外面 当大门关闭时 只听见国歌的最后一段音乐 在耳边响起 啊 自由的人民啊 我们是永远征服不了 日落的最后一道余灰已消失 美丽的夜晚又悄然来临 绚烂的新群 开始绽放出颜色的光芒 这个季节 正是螺旋状圈袋星座 最闪亮的时候 海尼森星 都市群的宇宙港 此时正热闹的 在码头的大广场中 站着各色各样 不同的人群 有的人刚结束旅途归来 有的人才刚要开始他的旅程 有的来接人 有的来送人 有的是一般的公民 有的是军人 有的是穿着制服的技术人员 有的是紧闭双唇的紧闭关 有的是忙着快步工作 走路的宇宙港职员 还有又梦又跳的小孩子 人群中 还穿梭着搬运行李的机器人车 杰西卡叫着身旁年轻人的名字 嗯 你会不会觉得我这个女孩子很讨厌 怎么会呢 因为大部分的死者家属都漠然寒悲 只有我一个人在大庭馆中下大喊大叫 当然会令人不愉快 不 没有这回事 本来就该有人说出这些谎 杨卫立心理想 漠不作声 根本无法改变事态 若没有人能站出来弹劾当权者 那就真的是无药可救了 此时 两人正并肩坐在宇宙港广场的一座沙发上 杰西卡在一个小时之后 就要搭船回到海迪森隔壁的行星 德努仙去了 他在当地的一所中学担任音乐教师 如果约翰·罗伯拉普少校仍然健在的话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就会退伍 和杰西卡结婚了 你是个杰西 你是个杰出的人物 杰西卡一面看着有着父子三人经过面前 一面说着话 杨卫立沉默不语 你在亚斯提会战中的优异表现我都听说了 约翰·罗伯生前 也常说起你过去的种种战绩 他还夸赞你 能和你同期是他的荣耀吗 约翰·罗伯是个好人 杰西卡选择他是个明智的抉择 不过现在留给杰西卡的 却是无限的寂寞与回忆 他是军官学校中事务长的女儿 现在这是一个失去未婚妇的音乐老师 我看同盟军的其他提督们应该觉得惭愧 一次战役就死了一百万以上的人 道理上该觉得可耻 那不一样 杰西卡 除了杀开非武装人员 或是破坏停战协定的蛮恨行为之外 没有其他可以判定此一将 你是否为道义之人的标准 从道义上来说 名将和鱼将是一样 差别是鱼将杀害了一百万的同伴 名将则杀害了一百万的敌人 而在绝不杀人的绝对和平主义者眼中 两者是没有什么不同的 他的这番论调 逗得杰西卡扑斥一声眼嘴笑了起来 看到他初次展现笑容 杨心里感到很高兴 觉得怎么样 还是一样的 宇宙港的广播响起 杰西卡从沙发中站起身来 他要搭乘的船即将出港 杨 谢谢你多方关照 我一声大概 不 一定不会忘记 两人的目光不自禁地对视着 他们之间应该还有很多话要说的 但却都欲言又止 那个 请保重 杨好不容易挤出一丝笑容 你也一样 好好努力 再见 杰西卡也勉强笑着 笑容中 但也难以言喻的悲哀 杨威力默然地站着 一只目送杰西卡单薄的身影 消失在搭船口中 心中百感交集 好好努力 是吗 这不也是要我多多杀敌的意思吗 他大概自己都未察觉到这番话的意思吧 在这银河中 在这银河中 只怕还有许多 与他有的共同遭遇的女子 此时 这些女人们 这些女子们 都在为着某人哀悼而愤怒 老妇人 请问是杨威力准将吗 这是一位老妇人的声音 杨漫漫转过头去 只见一位衣着华丽的贵妇人 带着一位约五六岁的男孩 站在眼前 我是 啊 果然是你 威尔 这是雅思提中的英雄 快打招呼 这个小男孩却害羞地躲到老妇人身后去 我是梅尔夫人 我的丈夫 孩子 也就是这小孩的父亲 都是军人 他们都在看 帝国军的战斗中牺牲了 你的功勋 我们在报上都看到了 很感谢你 能在这个地方遇上你 这是令人喜出望外啊 杨听了这番话 感到手足无措 也不知要说些什么 这孩子说 他也想当一名军人啊 虽然能杀死帝国军 为死去的爸爸报仇 杨准将 我在此向你做个不情之请 虽然这很冒位 但是我还是希望你和这个孩子握个手 好吗 就算作为你对他未来的一种鼓励好了 杨一直不敢正视老妇人脸孔 老妇人想 她没说话大概就是同意了 于是将孩子拉到提督的面前站顶 这孩子虽然注视了杨真面孔 但却仍然紧抓着祖母的衣服不放 怎么搞的威尔 这种态度像是个勇敢的军人吗 梅尔夫人 杨叫道 心中感到万分的惶恐 威尔长大时 世界也应该和平 你也不需要强迫他去当军人 孩子 多保重 杨威尼行李后 立刻加快脚步离开了 其实他是想尽快离开这种场合 杨不认为这是一个不名誉的举动 喝水喝水 我要懒读两个钟头 我要从10点开始 让我喝一口水 这一张其实世界很多 就是优国骑士团 然后杰西卡埃德华 然后还有成立 杨反维音桥街24号的宿舍时 海尼森标准时间为20点 这一带住宅中所住的人 已单身者或小家庭居多 属于高级军官住宅区 四周飘着大自然界的绿叶香气 这一带的建筑设备 还称不上是新颖豪华 虽然绿地广大 但由于经费不足 新的建筑物及改建物人不多见 杨走路的速度慢了下来 穿越这片司空间断的公共草坪 打开配有识别装置的大门 门开出 发出了滋滋咯咯咯的响声 似乎在欢迎这位 逼动6号宿舍的主人回家 仰心里想 若是自掏腰包修理这个门 早就修好 当时却请经理部处理 至今仍然没有下文 你回来了准将 少年尤里安敏兹迎向前来 我正在想 不知您晚上是不是不回来了呢 我还煮了您喜欢吃的 爱尔兰炖羊肉呢 这么说来 我空着肚子回来是对的咯 不过你为什么会认为 我可能会不回家呢 卡基伦少将刚刚来过电话 少年一面接过他的军扁帽 一面回答 他说你这家伙在告别室 还没结束时 就和一个大美人 手扎的手跑揍了 这个家伙 杨站在玄关的地方苦笑着 尤里安敏兹是杨的被监护人 今年14岁 他的身高与年龄相称 一头雅麻色的头发 眼睛棕黑 眉睛木秀 卡基伦他们都叫他羊的孩子 尤里安是在两年前 根据军人子女战时福利特别法 又成为羊的被监护人 定立这项法案的人 名叫托尔巴斯 故而此一法案又通知为托尔巴斯法 自由行星同盟和银河帝国间 战争状态已经持续了一个世纪半座之久了 许多人因战争而死亡 伤残 托尔巴斯法就是为了救济这些失去亲人的孤儿 达到确保人力资源的目的 应运而生的法令 这些孤儿们交由军人家庭来抚养 政府带给他们一定数额的教养费 孤儿们在15岁之前 一律进一般学校上课 15岁之后则随个人的意愿 选择自己想进了学校就读 不过若选择进军官学校 或者技术学校等军事相关学校的话 则向政府借贷的教养费 即可不必归还 另外 虽然女性无法对军事行动有所贡献 但是也很欢迎她们能投入补给 经济 经理 运输 通信 管制 情报处所 处理 及设施管理等行列 我觉得这一点 有点问题 女性为什么会无法对军事行动有所贡献 在这个时代又不是 他们可是宇宙舰队这个又不是说要用蛮力的 如果是那种要上场像那种装甲子弹兵 我觉得那个啥体能上也还算 而且那个啥 星恋战将里面不就是男女都一起当兵吗 我觉得这个基本上是田中放出自己 在那个时候有那个很大的那种女性歧视 为什么女生就不能战争 就只能够去补给经理运输通信管制 司法主要取乏于中世纪以来的学徒制度 但他有个缺点 就是教养费 教养费往往影响孤儿们对未来选择方向 当时 任之于后勤本部的卡建 就曾讽刺对羊这么说 不过话说回来 人生在世 如果没有任何目标 活着也是无谓 既然这种领养制度有其存在的价值 我看你不妨也领养一个孩子吧 可是我还未娶妻啊 就是因为这样 才应该尽点社会义务啊 不过是负担一些教养废坝了啦 嗯 独身贵族 我知道 不过我还是喜欢一个人过日子 两个人的日子也不错啊 一个人就够了 是吗 不过我还是要给你找个人来 靠 完全不理他了 两人在经过这番交谈的第五天 少年尤里安就出现在杨家门口 杨家将 尤里安自此进了这个家门 成为了杨家勤门有才干的一员 尤里安特地将家中 无用的废物机器等数之高格 他决定打点这个家庭的一切物质环境 不到几天的功夫 这个家已经被他整理的井然有序 我已经将家用电脑资料 整理归纳为六大部分 当时尤里安才12岁 他站着一动也不动地向主人报告 第一类家庭经营管理 第二类电器操作 第三类保安 第四类消息的收集 第五类家庭学习 第六类娱乐 每天要记录的包括 一冷暖房清扫房和洗衣机之使用状况 二防到防火设施之维护 三新闻气象及购物情报的收集 四上校请你注意了 请你记住了 当时杨卫力是个上校 他默默地走到寝室间饭厅的沙发上坐了下来 意外地发现布满在沙发周围那间果皮 杂物 杯子 罐头盒 都不知所终了 心里想着 该向这个傻笑的小侵略者说先什么才是 房间我打扫过了 床铺被褥也洗了 家里也整顿好 如果还有什么不满意的请说出来 你还需要什么呢 给我一杯红肠好吗 杨想喝一杯自己喜欢的红肠 润若口告诉他这一天的甘苦 不过当这名少年奔入厨房将一组崭新美观的茶具端来 并递上一杯西龙星出场的茶食 养了双手不禁颤动了一下 吓了一大跳 一口茶才刚入口 他的心立刻被这名少年征服 因为这茶的味道是如此的香醇 尤里安的父亲是宇宙舰队的上尉 虽然关节不高 却传授给儿子茶道的知识及泡茶的方法 这基本上是养了一个勤务兵的概念 在尤里安少年式的家庭经营经过了半个月后 卡杰伦到他家来拜访 卡杰伦看了看四周的环境评论道 我到你家那么多次 发现这是你家有史以来最干净的意思 看来父无能子有才这句话所言不虚啊 杨并未反 杨并未反不用他所说的 如今已经匆匆过了两年 尤里安的身高也往上窜身了十公分以上 是个真正的大男孩了 功课似乎也不错 从来没有不及格 偶尔还会拿些奖章奖状之类的东西回家 按照卡杰伦的说法 尤里安应该可以算是清出于蓝了吧 今天学校问我明年以后的决定 尤里安一边吃一边说 杨并未来拿汤匙的手停在半空中 目光住址他 不是明年六月才毕业吗 如果修足学分 按规定可以提早半年毕业 是吗 杨觉得自己是个不负责任的监护人 你想当军人是吗 嗯 我是军人之子啊 所以说儿子一定要继承父亲的职业的 我爸爸就不是军人 他是个商人 杨告诉他若想选择其他行业也无妨 他忽然想起今天在宇宙港遇见的小威尔来 不过我若不选择从军就必须要偿还教养费 我来还 嗯 你真是太小看我了 我还有一笔存款在 再说你也没有提早毕业的必要 再多消产些日子那又不好吗 少年的脸颊 似乎泛着红光 你到我家来并未给我增加麻烦 很感谢你 不过 尤里安怀疑的望着杨威力 我听说你很讨厌军人 可是 我是很讨厌 这么明白的答复 使尤里安倍感困惑 那你为什么要当军人 那当然是因为我没有能力 除此之外也不知道要做什么 杨吃完饭 用纸巾擦了擦嘴巴 尤里安收拾好餐具 放进洗碗机里 打开电源让电脑操作洗碗机 接着他端上茶具开始泡红茶 唉 你再多多考虑再做决定吧 匆忙决定没有好处了 是的 我会再考虑 等下 新闻曾报告过 罗言克朗五伯爵是15岁时踏入军旅了 大概是吧 你知道吗 他是个美男子啊 杨威力并未亲眼见过莱因哈特逢罗言克拉姆 只是在雷射立体电视中见过几次 他是杨所见过最英俊的年轻人 后行本部的女兵们常常说他比同盟中 同盟中的军官更受人喜爱 茶里要加牛奶呢 还是白兰蒂 白兰蒂 就在此时 防盗器红灯忽然熄灭 警铃响起 尤里安将电视遥控器拿来一按 利用红外线显示影像的电视 立刻出现了许多人影 他们全部围着白色的头巾 只让两眼露出 尤里安 是 最近常有这种小丑集体在做家庭访问吗 他们是优国骑士团 没听过这种马戏团 他们是激进派国家主义团体 由于他们高喊打倒反国家反战争的言行 最近颇受注目 不过很奇怪 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访问家庭 难道是为了领受准将的赞赏吗 他们有多少人 杨不感兴趣地问道 尤里安读着画面上的数字说 共42人正朝家里正朝院子里头移动 是43人 不 44人 来来来 杨准将 这声喊叫透过麦克风 格外响亮 装有特殊玻璃的墙壁都微微的震动 是是是 杨回应着 但屋外是听不到了 我们是真正的爱国志士 我们是幽国骑士团 我们要弹劾你 你因战争而自满 既然当众反对同一战争 还记得你今天在告别世中的行为吧 杨查追出尤里安正吃惊不已的样 杨准将 你已侮辱了神圣的卫灵大会 当与会者都热烈回应国防委员长 誓言打倒帝国时 就只有你不肯起立 反而嘲讽民众的决议 我们要弹劾你这种态度 有什么主张你说出来吧 若试图报警也没有用 我们会把你的对外联络系统都破坏掉 杨明白了 优国骑士团的背后 十有八九十有爵士的爱国者 特留尼希特在操纵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音量极大 甜不知耻 说话内容虚伪无理 准将 你今天是不是真的这样表现 嗯 是啊 为什么 只有一个人不起立 这不是一种明显的嘲笑态度吗 就像你心理反对 起身拍手 对你也没有损失啊 在别人面前装装样子也就罢了 你说话的口气 倒看卡基伦少将很像了 这种道理 别说是卡基伦少将了 就点小孩子也明白了 为什么不出来 难道你有羞耻之心不成 快觉悟吧 今天 你非得在我们面前老老实实地解释清楚才成 外面又有人叫喊着 杨卫力愤而站起身来 又离安扯了扯他的袖 准将 无论如何你可不能动我啊 你的反应也太快了吧 难道我不能跟这些家伙把事情说清楚啊 也不是啦 此时 特殊玻璃窗格格作响 似乎裂开了 紧接着 有一颗西瓜般大小的金属质 球体飞了进来 直撞上壁橱 橱子里 摆设的陶瓷器在刹那间都给砸得粉碎 此时 忽然有巨声响起 小心 趴下 杨叫着 有离安紧急间 抱着家用电脑躲到沙发底下 不一回 整个金属球就爆炸了 一时之间 物身也龙声大作 所有的家具设备都遭破坏 无一信免 杨卫力愣住了 优国骑士团所投的手榴弹 竟然是工兵队所使用的 非火药性小规模驻家爆破弹 他们似乎已将破坏力调到最低程度 否则 整个房屋早就化为瓦力了 可是为什么像他们这种民间团体 会持有这种军方的武器呢 杨好像想到什么 手一拍 问着 尤丁 喷水器的开关在哪里 在2号A第四个钮 你想对付他们 他们不懂得礼数 我们就要用 屋外盛气凌人的声音 忽然转为哀嚎声 原来这些裹着白布的家伙们 已被高压水柱 喷得招架不住 试图奔逃 大爷生气啦 让你们常常甜头 你们人流氓 就在杨大骂他们的时候 警车声渐渐从远方响起 可能是邻居们抱着紧吧 其实 暴动发生了这么久 知安当局才姗姗来迟 似乎更让人觉得 有人在忽国骑士团背后撑腰 这个人恐怕就是特勒尼希特吧 为什么他们家有高压水柱 忽国骑士团早就落荒而逃 但是姗姗来迟的警官们 却还不住地称赞他们 是多么的爱国 这使得想象相当不悦 若真的爱国 他们为什么不去参加志愿军 反而三更半夜私闯民宅 骚扰有孩子的人家 难道这就叫爱国吗 还有如果他们形势更大光明 为什么把自己的脸包起来不敢见人 这根本没有道理吗 就在杨反击他们的时候 尤里安已关掉喷水器的开关 开始打扫这间乱七八糟的房间 我来帮你 杨赶走这间办事不利的警察后 说着 尤里安马上摇摇手 不行 这样反而爱手爱脚 你就坐在那边的桌子上好了 坐在桌上 我马上就打扫好 我坐在桌上做什么呢 喝喝我做红 喝喝我泡了红茶吧 羊嘴巴嘟囊着 走到桌前盘腿坐在上面 看见尤里安正在收拾淘气的碎片 不禁探到 那淘气是中国明朝的万历红化呀 那是父亲留给我的遗物中 唯一的珍品啊 如果是真的是从明朝的 那至少也五六百年以上了 应该是到他那个时代应该是已经千年了 二八零零年代啊 我们现在才大概两千多年 22点卡借伦打影像电话来 这个也太太晚了吧 10点打电话来 有点晚了 谈工作10点打电话来的有点糟糕 此时尤里安已经将屋内打扫干净了 孩子啊 你的监护人在家吗 在那边 有连指着桌子处 这位杨家的主人正盘腿而坐 悠哉悠哉地喝着红茶 卡借伦大概花了五秒的时间仔细观察了一下 接着慢慢地说道 你在家里也有坐在桌子上的习惯吗 这要看是星期几 杨坐在桌子上回答道 卡借伦苦笑了一下 好了 你现在有急事 马上到统河作战本部去 车子马上会过来接你 现在就去 这是习特列部长直接向了命令 杨用力把茶杯放在桌上 尤里安呆了一下 随即马上跑去 杨的军 随即马上跑去将杨的军府拿来 部长找我有什么事 他告诉我要件事 一切到作战本部再说吧 电话被挂断了 杨旁着双臂 似乎在想着什么 尤里安已经双手把军府送到面前 正穿戴肩 接人的车已经来了 杨实在想不通 到底有什么事这么急 非要三更半夜被叫去不可 我回来时恐怕已经很晚了 你先睡吧 是的 准将 尤里安言不由衷地回答 尤里安 今天晚上的事 也许对方只是吓吓我们的 不过敌人以后要怎么样对付我们 就难说了 日子越来越不太平了 你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在此时说出这番话来 尤里安两眼一直望着他 我刚刚说了不少废话 请不要放在心上 只要你行的站站直就好了 我相信你是个最正直的人 这个孩子是不出现的 不太可能在这个时代出现 有点有点那种 那种傻傻的那种那个侍卫的那种感觉 很忠诚的那种孩子 怪怪的就是那种马桶啊 阳看着这位少年 想说些什么又说不出口 最后只有轻轻的摸他头发 转身走向车子 尤里安一直目瞎的车子离去 直到车灯在黑暗中消失时 他仍是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 这很奇怪 这个有点不太会发生在台湾这个地方 自由行星同盟统合作战本部长西德尼西特利元帅 是个身高约两公尺的壮年男 壮年黑人 他并非属于财机纵横那一型的 不过身为一个军队管理者或者是战略家 他的确有两把刷子 同时颇具威望 不摆关架的 很受欢迎 统合作战本部长的职位相当崇高 出战时 他就是同盟军的最高代理司令官 最高司令官是同盟军元首最高评议会议长 之下由国防委员长统领军政系统 统合作战本部长 统领军令系统 不过在自由行星同盟中 这两种职务却未必好当 因为其中一人要统领军政 另一人要执行军令 若不能相互合作就难办事了 如果个性不合 互不相让 这军队中的组织运作就很难顺利进行 特留尼西特和席特列之间的关系 就如上述所说的 处于武装中立的状态 杨才刚踏人 杨才刚踏进 这边翻译有问题 杨才刚踏进植物室 习特利元帅立刻起身相倚 当杨还在念军官学校时 元帅是当时的校长 他在那时已经是个很难应付的人 请坐 杨绍奖 绍奖 习特利元帅才一说 杨就不客气地坐下了 元帅马上开门见山地说 有件事情要告诉你 上面已经决定要升你为绍奖了 明天就将正式递交你任职令 你知道为什么升官吗 是因为我们打了败仗吧 元帅听了忍不住笑出声来 你这家伙还是跟以前一样 一点不变 一点都不变 从军官学校开始 你就是一个不求上进的家伙 表情温和 但言语却锋利无比 是吗 不过我想事实就是这样吧 校长 不 是部长何项 你为什么会如此认为呢 古代兵书有云 败战之军 应语加冕 我们这一次败得这么惨 不安抚一下明星士气怎么行呢 杨若无其事的这么说 元帅只有苦笑的份 他盘着双手 看了自己这个学生 你说的完全正确 我们这一次吃了败仗 明星士气也跟着动摇了起来 此时若不塑造出一个英雄来 恐怕很难抚平明星吧 而这位英雄就是你 杨少将 杨微笑着 心里却不怎么高兴 被人刻意塑造成英雄形象 哦 就是 齐特列 被人刻意塑造成英雄形象 我想你也不会高兴 不过这个也是我们军人的一种任务 而你实际上也立了不少汉马功劳 我们统合作战本部 及国防委员长也都是论功行赏罢 也都只是论功行赏罢 这件事 国防委员长特劉尼基特又表示什么吗 这个时候 个人的意见已经不重要了 就连委员长也一样 大家都要以公家立场为重 这就是所谓的原则吧 不过表面上听起来是这样 特劉尼西特刚才不也私下唆使 如果骑士团来骚扰他吗 这是一种那种 你知道 先 先下他一番然后再把他身为少将 这个概念我觉得 其实有点有点那个 我觉得如果现在再看一次 我觉得那个特劉尼西特其实有点故意 他是有点告诉告诉杨说 我可以让你死 我也可以 我也可以生你关 然后现在生你关了 你最好乖一点 这样子 我就有这种感觉 话说回来 当初采用你所提出的作战计划 也许我们就打败敌人了 嗯 或许吧 杨静亮小心地回答 西特的元帅摸着下巴若有所思 若有机会 我们应该可以向罗延克拉姆报此一箭之仇吧 这也得看他可不可配合才行 他上次以甚少的兵力打败我们的大军 一定相当得意自满 若他再打算以相同的策略以寡击重 我的作战计划应该就能够扭转乾坤了 可是 可是什么 可是这种事不太可能再发生了 因为一少胜多并非用兵之道 他并非战术 只能说是一种奇术 这种道理 罗延克拉姆不可能不知道 他下次进攻时 一定会率领大军前来的 有道理 用兵之道 最主要的应该还是比敌军 更要完备的兵力才行 不过 外行人还是比较喜欢你所说的奇术 甚至于 当你所带的兵少 无法打败多数的敌军时 别人也会认为你是个无能的将领的 何况我们这一次是以多多的兵力 败给少数的敌军啊 元帅有黑的脸上露出苦恼的表情 政府和市民对这一次的败仗相当不谅解 杨少将 我想我们同盟军用兵的方法终究还是错误了 否则 为什么兵力比敌人高出两倍 却还落得如此惨败的下场呢 因为我们的兵力运用错误 杨简明恶要的说一答道 杨简明恶要的回答道 以前调兵潜将的方法姑且不论 当时兵力比敌人多这一点就足以令军心懈怠 因为人多势众 大家都很放心啊 嗯 在这雷达及电子工学日新月异的时代 战争已发展成暗链战 战争已经发展成暗链战争 在这种逝世讲求精密的时代 用兵也有其一定的法则 那就是要能集中兵力 去迅速调动部队两种 一言以蔽之 就是不能白费力气 罗恩克拉姆伯爵就是这个法则的实践者 嗯 在反观我们的军队 当第四舰队被敌人粉碎之时 其他两个舰队仍拘泥于原定计划 只是一味的浪费时间 也未能充分侦察敌情 掌握情报 三个舰队都处于顾虑无援的情况之下 只能孤军奋斗 这就是未能集中兵力 以及迅速调动部队的结果 这是杨这些日子以来 话说的最多的一次 心情多少有些激动 的确如此 你说的很对 陈帅不住的点头 我现在还有一件早已内定的事要告诉你 我要变更军队组织 将剩余的第四第六舰队合并起来 再加进一些新兵 组成第十三舰队 任命你为首任司令官 杨的脖子突然将主 按规定 舰队司令官不是需要中将以上的人出任 这个新舰队的规则 这个新舰队的规模 只有常规舰队的一半 舰队只有两六千 舰队只有六千四百艘 士兵只有七十万人 而第十三舰队的首相任务 就是进攻伊谢尔文要塞 我一直都觉得那个 银河英雄传说那个舰队人数真的有够多了 一个舰队有100多万人 这个这个舰队好庞大 如果你拿那个什么 如果你拿那个现在的那个舰队来讲的话现在舰队数量也没有那么多 然后 那感觉起来有点到18世纪的那种 帆船 15000 这个这个人这个这个舰队数量真的是有够大 觉得那个 当年田中方数他的那个什么 设定感觉有点诡异 一百多万人啊 OK 部长的语气相当的坚定 杨似乎呆住 过了好一会儿 他才回过神来慢慢吞吞的开口道 就是那个六次都以三个舰队以上的兵力去攻击 但六次都失败告终 有常驻舰队一万五千艘以上的伊谢尔文要塞 是的 半个舰队就想一攻半个舰队就想进攻伊谢尔文 就是这样 你想这可能吗 如果是别人 我还不敢抱有希望 但如果换作是你 我觉得有信心 若是你就有信心 杨认为他根本就是拿话在吉他 自国以来 有多少人就冲了这句话 为了这要人的名誉 而舍身去做那些不可能的事啊 人那些在旁吹捧着怂恿的人 却可以完全不负责任 哎呀 杨沉默着 你没有信心吗 部长问杨 杨却没有回答 如果他没有信心早就答成没有了 对于进攻伊谢尔文 杨有自信也有胜算 相信应该能够一扫过去屡战屡败 死伤惨重的阴霾 他之所以不回答 是因为对席特列部长的安排感到艳乐的关系 如果你能够带领新舰队进攻伊谢尔文 成就伟大的工业的话 西特列意味深长的看着杨卫里 姑且不论特琉尼西特委员长对你个人的感想如何 到时他对你的才干一定会相当折服的 当然部长的地位也会相对提高啊 看来这不只是战略的应用 他更是一场政治斗争了 这个部长真是了奸巨华呀 我愿积极绵薄之力 杨考虑许久后回答 啊 你终于答应了 西特列部长显得相当高兴 我会命令卡杰伦积极地准备新舰队的组织及装备 若有任何需要就向他申请吧 一定尽量如你的意 杨欣理想 何时进攻呢 部长任期还剩70天 为了寻求临任 他一定会希望进攻伊谢尔文的战争 能在任期内结束 如果这场战争虚实30天的话 攻击行动最迟也要40天以后随即发动 特留尼希特似乎也并不反对 这次的人事调动及作战计划 他一定在想 以这半个舰队进攻伊谢尔文 是绝不可能成功了 到时 自己就有理由 公然将西特列及杨卫力除掉了 说不定他现在正为了杨卫力的自绝坟墓而举杯庆祝呢 杨欣理想 可惜自己将有一段时间 不能喝到尤里安泡到红茶了 一口气 念了两段 下一段 好像是很精彩的事啊 看看我下个礼拜还没有空 我现在在想说 因为 念那个什么 朗读这件事情 可能那个什么自己一个人做就办得到 但是我觉得他可能没有办法成为带壮 暂时没有办法 我觉得你看我刚刚在提的那个什么 就是那种银河心用传说的那种舰队的那个数量的 我都觉得那个 很大的 如果拿那个钢弹世界里面的舰队钢弹里面世界好才也不过才 那个龙多贝尔部队吧那应该算是一个舰队他就大概是三四台三四招 三四招战舰上然后每一个每一个战舰大概就五五六台五六台ms这样就就已经过去了 一万五千烧 六千四百烧 好可怕喔 那到底是什么船啊 好啦 感谢今天 我都在烧完应该会把 这个东西把它截取一下 就分成两段 好啦感谢先上20名 陪我 陪我 听我念书的人 好啦先这样子 我要去打电动 拜拜 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的话欢迎订阅频道喔 其实我真心觉得李安搞不好很适合拍新世纪福音战士的真人版 要不然拍钢弹系列也是个不错的题材啦 罗瘟 查看 听不错 此 한�波 照片 出圈 失礼 不错 Black 嗯 嗯 不ыв 大 都 说 都 later 独别 钓